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他在接受某电视台访问时与记者发生摩擦 当日Edison也公开说明发火成对方发问不专业 而向来不惜控制情绪的他也依旧坚称自己的态度无问题 没有啊 就我做自己吧 我不要做假的一面吗 我不开心就可以说我不开心啊 我不知道其实那个是好还是不好 看你自己的看法吧 我自己觉得做自己 然后让大家知道我自己的心情比较好吧 比我回公司 然后跟我自己的公司的人骂他们 就觉得那个没意思都不是他们错 就是他们电视台的那个人都不专业 自身为人母后杨谦华出席活动都聚聚不离爱子 参加近日频频被拍到去超市购物有如湿奶 他这次报为人母后学会了省钱之道 我想丁先生应该比较安慰一点 从前我是对数字没有概念的 现在已经可以 就是因为当妈妈以后就比较有那种 精打细算的那种心态 就是知道哪一边去买是比较便宜啊 可能是比较新鲜这些 都是从母亲开始认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